交通部长南都斯里廖中莱今早在部城出席部门每月集会后指出 在长达15天的开斋节安全行动中 一共发生了22402宗交通意外 比去年多出了将近1500宗个案 但死亡人数从去年的299人减少到257人 执法大队一共开出超过15万张罚单 当中最常见的违规行为就是超速驾驶 接下来就是闯红灯 违规插队 以及驾驶时使用电子产品等危险行为 而车祸率高距补下也让部长非常担忧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制法来阻止意外的增加 除了制法之外还有在教育还有其他的方式 希望各方面都给前面的配合 另外针对陆路交通局副总监 拿督尤索夫占用紧急车道一事 廖中来强调对方已经接受了法律制裁 至于当局是否会采取纪律行动 一切将根据政府程序进行 八度空间邓穗金不成报道